他就有说明了 有没有 这边就Magibus函数的说明 那相关的引述啦 怎么去使用 那比较常用的是什么呢 范例 如果你不太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的话 你按一个范例 他也会自动出现 哪一相关的怎么怎么去做的一些参考 但是 说真的还是写的不是很清楚 他这个是官方说法 那他这个有很多时候是 直接英文 直接就把它翻译过来的 所以你可能会看很久 你还是看不太懂 那但是你慢慢 其实他其实不是要让你看懂的 我后来体悟了这一点 因为我一直想要把它看懂 但是我一直看不懂 后来我不要把它看懂 我就看懂 我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因为那他就是 反正就是 这怎么说呢 这有时候就是一种 一种感觉啦 其实他对照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建表单 再来就是说呢 表单部分的话 我们要建出来表单 特别的第一个 请你在这上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 制定表单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制定表单 那制定表单的这个环境就是说 我们要如果要做出类似像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他第一个会先给我们一个表单出来 你可以拉大拉小 第二个工具箱在这里 请各位等一下试试看 我做出来的大概就是几个 这个 类似像这样 那这里面会需要几个 元件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他整个外框 整个外面就是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名称 我把它改名称了 叫做Home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点一下这个表单本身的名称 把它改叫Home 第二个他左上角的名称 我把它叫做XXX消货系统 OK 那在哪边改呢 特别重要是在 Home就是表单本身的外面这个部分 改一下Home跟这个名称 OK 第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切到这边 就是在这边改 把它Name改成Home 那第二个的话 再把这边的Caption属性 这个叫属性 就是它外观 叫什么XXX的那个 消货系统等等的 这个我想自己再把它打上去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在上面放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说 我们有几个品名单价